大家好 今天呢跟大家讲一讲春秋时期的晋国 为什么大多数时期不被人喜欢 就是朋友少 即使有像秦国这样的朋友呢 也是面和而神理 我们后面都会讲到 比方说竹子舞退群师 比方说在背后捅刀子 小之战等等 按说秦国跟他关系是最好的了 但对秦国呢都做得这么绝 包括左邱明在写左传的时候 我们看他的笔调里面多多少少的透露了一点 对晋国有一点鄙视的那种感觉 秦国的第一次出场 在左传当中的第一次出场就是取卧的一个博 试杀了晋侯 就是说左传当中 记载的以下试上 就是下面的级别的人 杀了高级别的人 晋国呢 晋国呢是做的是第一个出场的 但不是公的级别 我们之前讲过公的级别 第一个被试的是郑昭公 如果侯的级别 被试杀的就是 试杀的取卧博 试杀了晋侯 理论上讲晋侯呢也是周天子册封的 然后呢你说这么试杀了就这么试杀了 那肯定就大家都群起而公之 所以呢他就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 就是从晋国开始的 那么我今天呢我就分析一下 以下三个原因 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不愿意和晋国做朋友 第一点晋国呢 礼崩乐坏 严格的说礼崩乐坏 实际上就是从晋国开始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晋国啊 最早呢 他有一个禁地 一个是曲卧 都城不一样 曲卧博呢就是曲卧那一块 晋侯呢他是在那个义 就是义 翅膀的那个意思 比翼双飞的那个义 那是个地名 最早晋侯呢是封在这儿 但是呢晋侯呢 要么被曲卧博杀了 要么被曲卧博赶走了 然后他治理的也不好 曲卧的实力呢 级别比他低 但是建设的比他好 一天天一天天壮大 所以呢壮大了以后呢 总想取而代之 那为什么自己不去当晋侯 让那个无能的人当晋侯呢 这个也怪了 曲卧的好几代 从横书到庄博 再到武功 各个都是人中之龙 各个都是雄才大略 而晋侯呢 那各个都是殡秧子 各个都是无能之辈 所以曲卧呢建设的越来越好 而晋国呢就建设的就越来越差 越来越弱 然后呢曲卧呢他要取而代之 他就必须他要用一些别的手段 当然他军事实力那不用说 那碾压这个晋侯 但是你还得考虑周天子啊 因为毕竟这是周天子册封的 人家是嫡系的 而你呢只是偏系的 所以呢你这个师出无名呢 虽然你很有实力 所以呢他就用了玩了一些手段 动不动去贿赂这个周天子 这个周天子吧一回能忍 二回能忍 这三四回就忍不住了 就接受了贿赂 然后呢就睁一只眼 开始呢是睁一只眼闭只眼 后来呢也就感觉不管 不管一管也不行 然后呢偶尔插个手 但总体来说 这都是觉得是人家家里内部的事情 他呢如果没有伤及到他的利益呢 周天子呢也不愿意插手这个事 反而呢取卧博呢就不断的给他贿赂 反而让他很心动 终于有一个王叫周黎王 终于这个动心了 收了不仅收了这个贿赂 然后呢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取卧博 就取代了敬猴 然后自己当了那一块的总领袖 不仅如此呢周天子呢还专门亲自下令册封他为新一任敬猴 这个事情这个影响力就太深远了 这个就意味着下面以下犯上以见贵 然后这个下属取而代之自己的这个上一级 这都被合法化了 这是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头 所以呢一些史学家嘛都普遍认为春秋时期 李崩月坏就是标志性事件 就是周天子不该册封这个士军的这个取卧武功 这个取卧武功呢后来就统一了就是晋武功 所以呢这是他这个他的这个出身呢整个这个晋国啊 他这个出身呢他就是你争我夺流血牺牲 就这么弄起来的并且破坏了整个周王史的这个宗法秩序 这个呢影响就很大 所以说呢这是第一个他不招人待见的地方 第二个不招人待见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他基本不讲仁义 当然讲仁义的那可能晋文功稍好一点 其他的都很少有讲仁义的做事情特别绝 太绝了就是手段强硬 然后下得了手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就说因为有前车之剑 这个晋武功嘛 曲卧伯嘛 就是一个公子 然后抢了王位了 后来呢 晋国的晋宪功时期 就为了防范出现这个问题呢 大大的削弱公子的这些权力跟实力 然后规定公子呢 就除了这个嫡长子或者是被册封的这个太子 可以住在都城 其他的人必须住在远离公城的地方 这样呢就能保持这个不会出现这个世子之争啊 这些公子们之间的你争我夺 避免这个事件 另外呢还有一件比较残酷的事情 你就可以看出这个晋国 他们同样是在武功还是县功时期 就把一些公子 就是曲卧伯的一些公子 把他们圈起来 就相当于软禁起来 然后呢软禁起来 后来呢就直接全部灭口 杀掉 就是我把你们都一杀 你们这个 你们这个宗族啊就断背了 就再也不会有人从这个血缘血统上来挑战王位 所以呢这个你就能看出这个晋国人进军做事 手段太狠太绝 另外他不讲仁义的地方在很多地方都有表现 比方说秦秦国秦穆公把女儿还许配给晋文公 晋文公都算是很讲仁义的 但是呢秦穆公对他那么好 他渡过黄河去以后 他许诺要给秦国搁两座城池 那但是呢后来呢就 不是这个是不是晋文公是晋文公的弟弟 许诺因为当时叫宜吴嘛 当时相当于逃亡在秦国 秦国对他非常好 后来呢因为王位之争秦国呢把他护送回去 当上王位以后说要给秦国两座城作为答谢 但是呢他回去之后呢 然后就立马就加强警戒 准备那种摩拳擦掌 就相当于我就跟你好像有点剑拔奴张了 后来呢这个事情呢被逐之五退秦师给引述出来了 破坏了秦楚的这个同盟 这个呢也是说明晋国呢 这个经常做一些背信弃义的事情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在伦理道德上有很多争议 比方说晋宪公 在晋宪公的时代 基本上有一条准则就是不能同性结婚 不能同性繁衍后代生子 但是晋宪公呢就破坏了这一点 他不仅娶了敌人 他不仅娶了敌 敌祖就是北方的敌祖的女的 然后还生了孩子 然后还包括利基也是属于少数族裔的 这个呢就完全就违反了 一个是你不该跟血统不正的人这个结婚生子 因为你的身份是异国之君 最重要的是这个敌 这个北敌 这个敌呢跟他结婚生子的那个女的呢 居然是曾经他们基信的一支 就是当时这个基信嘛 就是晋国发生的内乱呢 晋国的某一支也是某个公子吧 就逃到敌国去成了敌国的一支 所以呢他们的血缘呢还是属于基信 这样呢等于说你这个姓基 然后呢你娶了一个女的也是姓基 这个女的并且呢跟你们的这个几代之前呢 是同一个可能在三世四世之前呢 都是同一个祖宗 结果呢就跟这样的一个同姓结婚 并且还生了儿子 生了这个儿子呢就是著名的晋文公 所以呢这个从伦理道德上 那真是挑战了整个春秋时期的这个规则 所以说呢这个晋国啊在其他这个背信弃义的这个事情呢 就是还很多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这三点 一个是做了一个不好的这个表率作用 导致这个整个周周的周王使的氛围 包括这个周朝的这个各个诸侯国之间都在效法他的这种不择手段 第二个呢就是他做事情太绝了 太狠了 不讲情面不讲仁义 比方说下得了狠手把自己的那种同一血脉的这些公子全部诛杀掉 第三个就是他在伦理上 伦理道德上有很多和正统的伦理道德有区别的地方 甚至是相冲突的地方 正是由于这三大点呢 所以呢这个晋国的这个真没有那种特别要心的朋友 在春秋时期 好今天呢就晋国的这一点事情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